大家好啊 看我这个衣服了吗 国安啊 国安的队服 国安的队歌啊 曾经让我非常的激动啊 绿云场上呼唤着你的名字 绿色身影是我们的明星 想着未来 哦 想着世界 怎么唱呢 后边有点忘了啊 哦 北京国安 我们永远支持你 哦 北京国安 我们永远热爱你 国安啊 这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啊 宫体 那会儿啊 有的时候啊 我去那看球 我还曾经啊 加入过球迷俱乐部啊 国安啊 再看看啊 国安 哎呀 这个国安 哎呀 曾经让我们热血沸腾啊 看个 看国安的球 也喜欢国安的这些队员啊 有一段时间队长是曹宪东哈 前两天好像我在节目里有朋友留言说曹宪东没了啊 我还没顾上茶 那要真没了挺可惜的哈 冬子啊 后来比较火的高红波啊 高红波 是吧 在那禁区里边 金鸡点头 然后投追破门 是吧 高峰 是吧 高峰 高峰后来就是吸毒了哈 后来转会去其他队了 本来高峰一开始在国安的时候 球迷哈 老给他加油 牛逼啊 后来这个高峰一转会 开始骂人家傻逼了 啊 后来又跟那个谁 跟那谁来着 纳英 是吧 纳英 他们俩都是东北老乡 好像都是沈阳那边人 然后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一直没履行这个结婚的手续 后来这个高峰 跟一个酒吧的老板娘吧 好上了 好像那老板娘也给高峰生了一儿子 后来纳英知道了不干了 这么着离了 后来纳英架了一大款吧 哎 高峰呢 后来听说吸毒了 抽粉了 这人就毁了 劝赌不劝嫖 还有这么句话哈 当然都不应该 吃喝嫖赌抽 坑蒙拐骗偷 但是我生活中是认识几个吸毒的人 后来人都完了 然后这个没见过高峰 我见过魏克星 见过魏克星 这个魏克星 我见他说他已经在国安队当教练了 那都是金智阳啊 什么都后来的事了 他都当教练了之后 我在工体那个球场 他带着一帮人训练 我没事从那过溜达 然后看见过他 这个工体南边有一小院 就是谁要想来西班牙 想那就得先学西班牙语 那有一个赛万提斯学院 相当于孔子学院 当然你也可以去国贸 或者任何地方的新东方也行 这个工体啊 这个魏克星 我一哥们一大哥吧 比我大个七八岁 六零后 他是跟魏克星住街坊 他们是崇文吧 那边是光明楼啊 光明楼那是个板厂南里吧 板厂南里 是光明楼啊 还是光明桥那一带 还是龙滩湖啊 反正他们是街坊 住上下楼 魏克星正好住他们家楼上 有一回啊 这个水漏了 就是魏克星他们家那个 卫生间吧 漏水了 就给我们这个这哥们 这哥们给他给淹了 给他们家 但是呢 魏克星来了特客气 完了一再说对不起 还给买了一大堆东西 反正就是按我们那哥们讲话 就是有理有面吧 弄得我们这哥们 想发脾气都不好意思的了 属于这个会做人啊 会来事 北京话就会来事 这个我们那哥们就管魏克星 叫小魏小魏的 他们熟 然后 然后我见过谁呢 见过谢峰 是吧 大家还记得吧 谢峰 谢峰呢 有一次 这个就我们那个安定门外 安定门外大街邮局 安外大街邮局 楼上 原来二层 就是朝北开门这边 开了一个酒楼吧 现在可能也没了 谢峰 然后我上那吃饭 你一上楼 谢峰他们一帮人下楼 谢峰特别瘦 特别瘦 他那个 这个天天练呀 高体能 他瘦 另外这国安队 我见过谁啊 国安队 我见过杨晨 杨晨 住旺京 杨晨 个子高 长得还漂亮啊 这样的人应该当演艺明星都有这个潜质啊 有这个 有这个可能性啊 长得还不错 这个旺京那个叫什么大厦 我想想啊 现在都忘了 旺京某一座大厦 就是那个 韩国人比较多的 不是什么麒麟社 是南边 那叫什么小区 现在都忘了 挨着旺京中央公园 旺京中央 旺京中央公园西边那个大厦 一层有一个康师傅私房牛肉面 就是我原来工作那个顶好清香油 那个台湾顶心康师傅 他们搞的 那的牛肉面还不错 二十八是最便宜的吧 反正各种盖的 有什么那个半肚半肉面 什么辣的 什么台湾眷村面 酸菜面 我 我没少到那吃去 就在那见过杨晨 见过两回 他跟他媳妇 他媳妇也是个大个儿 不知道是运动员啊 还是演员啊 是模特啊 空姐啊 长得还不错 他们两口子真的有点像金童玉女 这种珠连碧合 还是很搭啊 郎才女貌吧 很搭 然后人家跟着吃饭吧 反正我也没跟人家聊 就知道他肯定住附近 另外国安的高雷雷 在西班牙 在巴塞罗那 在郊外一个小镇上 那个买的房子 这个 也有人问我啊 前两天说郝海东 也来西班牙了 听说他儿子 现在在南部 格拉纳达 在南部啊 科尔多瓦 格拉纳达 安达卢西亚一带 在那边踢球呢 他有可能在那边 也不一定 咱们跟人家也不是一圈的人 就知道在西班牙 有人问我 说认识不认识郝海东 我还真不认识 我大姐夫去世了前年 我大姐夫62岁就去世了 我大姐夫生前跟这帮人熟 跟这帮人特熟 那个我大姐夫去工体看球 那会儿老北京队 老国家队 都是人家给他票 我大姐夫路子挺野的 那会儿中南海 什么淮仁堂 乱七八糟 紫光阁 哪都去 到处乱窜 然后和这个最高国家领导人的 家里边的 什么弟弟妹妹的 也认识啊 属于路子比较野 我大姐夫是北京市第二服务局 北京市二服务局 办公室的副主任 后来到普兰德洗染公司 也当办公室主任 他们第二服务局 还搞过一个快餐公司 大家还知道不知道啊 就是九几年 后来没火起来 应该跟肯德尼麦当劳竞争 还是差点意思 差点行事 叫京市 北京的京 说您贵姓啊 姓王 王市 说姓刘的 嫁给姓王的 王刘市 姓马的 嫁给姓齐的 齐马市 就这个市 市族 市族公社 这个市 京市快餐 那会儿也让我给送货 他们那家店 最初那家店就开在永定门 永定门外 永定门往外走一点 路东 一个二层小楼 就是什么锅厅啊 包子了 什么这个豆粥啊 反正老北京的这一套 开过一段时间 我给送过货 简单就说这么两句吧